其实的确有一个前车之剑 我要问一下董哥 我们知道说 其实日本的半导体 在之前也是非常的强的 在1973年石油危机的时候 欧美经济停滞 那个时候日本呢 就趁机发展的电子产业 也带动了日本的经济的高速的成长 那么截至呢 1989年 日本半导体在全球 有53%的市占率 美国就占37% 在1985年 美国跟日本呢 就还有法国 德国英国就签订了广场协议 联合要干预外汇市场 解决美国高额的贸易赤字的问题 然后同意出售大量的美元 结果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日本日元贬值超过了一半 到了1989年呢 美国跟日本又继续的签订 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 开放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知识产权 专利的保证 结果到时候最后变什么呢 就是把日本的半导体 整个都弄垮了 本来日本的半导体 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结果就这样被美国 弄着弄着就弄垮了 所以其实董哥 这是有前驱之鉴的 所以呢我们台积电 也要被民进党这样子弄 弄到最后全部都弄光光嘛 对啊 这就是典型的逃空台湾 把台湾最好的科技 要求美国要求你送过去 你就送过去 王昭金在河环也没这么屈辱 对不对 你不来的话我就对付你 中国大陆有一家 在美国大陆很赚钱叫Tito 美国说你涉及国安 没有任何政绩 那你要留在这里的话 除非你卖给美国人 赚钱的企业他就要了 要卖给谁呢 卖给总统的好朋友 川普的好朋友才可以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海盗国家 那他的行径是非常不要脸的 而且他是赤裸裸的 我要就要 我要你来你就非来不可 培洛基来 他要求见台积电 那台积电后来 刘德英董事长否认说 我没跟他见面 可是吃饭的时候 你毕竟跟张庄谋去了嘛 所以张庄谋才会讲 台积电不管到美国或到日本 都是会失败的啦 我不看好啦 那大家其实很清楚 讲这个话的背景 就是他很清楚 你把我弄去了 我们的高科技交给你了 过去大家在当海盗的时候 还偷偷摸摸 对不对 在网路上在哪里 现在美国是我要当海盗 我在 我不只在公海上抢 我是在你的领土上抢 跟我走 把所有东西交给我 在你的领土上干这种事情 那他一点都不羞愧 他的参议员 他的众议长 还有他的政府 大家 所有人都下手 这是一个非常猖狂 非常不要脸的国家 你知道吗 然后你政府没办法去对抗他 然后就说你就去吧 好你就去吧 那去怎么办 去等你的技术交出来的 你就被踢走了 什么晶片法案那是假的 晶片法案要图立的就是英特尔嘛 非常清楚 英特尔 因为这几人被台积电打败嘛 他自己也承认了 那美国觉得说英特尔是我们美国自己的厂 对不对 那怎么可以给台积电呢 给他打败呢 所以台积电必须到美国来投资 必须把技术交给我们 等我们把你的技术协会了 我们一脚把你踢开 就这么回事 在全世界最强的所有的高科技 必须是美国人手掌控 简单道理就在这里嘛 所以其实有一阵子张忠谋自己也写了一封信 他也讲说在美国投资如何不好 那那封信在业界大家也是传了 为什么 因为他91岁了 他现在虽然他是创办了台积电 台积电是蒋经国时代 去美国把张忠谋他们找回来做的 李国鼎他们出了力 这是国民党执政时候 为台湾打下最坚强的基础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贵者要把它奉送给美国人 因为怕美国人生气 因为你只有当靠一边 你就每天要靠美国帮你抗充 你单压一边的话 你就出卖主产嘛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大家都会很生气啊 台积电到底还有几元的好时光 美国等不及了 美国认为说 最好的科技一定要放在我美国 我美国能够掌控 我美国掌控以后你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台湾 整个台湾也没有必要保护的地方 对不对 那将来我们守 富国神山 整座山都搬走了 老百姓还有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最丑陋的政治都在这里看到了 真的是怕有一天台积电就被民进党 这样子整个都搬走了 民进党内部自己要处理的问题其实蛮多的 包含我们之前讲的论文门的部分 林志坚虽然现在他的台大的数字学位是已经被抽销 但是他的老师呢 陈明通呢 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这几天其实都有讲到说 陈明通 那他是不是应该要辞掉这个台大的这个兼任教授的这个位置呢 好我们来看到今天有一个最新的发展 内风的乌鸦说一旦林志坚承认抄袭的话 不仅将会害惨身为指导教授的陈明通 传闻代写论文助理的杨玲仪 还有柯建明 还有竹科中华大学研究案有关的这几个教授 六个人可能都会遭殃 所以林志坚说谎 可能是护了一个长官 一个部署 四个师长 我们就来看陈明通 他今天说以台海情势很紧张 所以呢身在国安单位公事繁忙 他退回了台大的兼任教授的聘书 但是真的是被打脸打得太响亮了 为什么呢 下午的时候台大就证实了 陈明通并不是辞职的 而是呢 本学年度我们就是没有再聘他兼克了 所以大千 看到陈明通真的是 现在也被台大再次的打脸 他现在检举案现在还在进行 但是呢他台大已经说了 就接下来111年度的学年 就没有再发聘书给他 就不用再来当指导教授 也不用再来当兼任教授了 当然就是陈明通今天是用一个 比较保全自己面子的方式 来对外做发言跟切割 但事实上我相信陈明通心知肚明 他也没有办法留在台大了 我觉得台大的学术伦理委员会召开之后 如果林志坚这个状况是这样 那么陈明通当然要负起连带的责任 所以陈明通的学术伦理 一定会受到很大的质疑 所以我想接下来陈明通在学界 大概也不再有可能扮演任何的角色 但是关键问题回来了 陈明通他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人 一方面他是政府的官员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情报头子 另外一方面他是学界的 有重量级的地位的人 学术伦理的问题 同时也牵动到政治诚信的问题 这是一体的两面 就是你今天不是学术归学术 国安归国安 没有这回事的 学术跟国安同一件事情 就是你这个人值不值得我们信任 你这个人有没有诚信的问题 如果你在学术伦理上有这个问题 那你凭什么相信 我让我们台湾人民相信说 你在做专业判断上 你在做这个国安危机上 你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你不会说谎 你不会欺骗 你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 这个不法的动作 所以其实基本上台大学术伦理委员会 最后如果针对陈明通 做出了判这个 他们最后的决定 对陈明通来说 他要负起的责任 绝对不只是学术伦理的责任 他同样也要负起政治责任 所以陈明通根本就不适任 也没有资格继续再担任 国安局长这么重要的位置 这监管的 这所管理的是我们国家 所有的相关的情报业务 我们需要一个有政治诚信 能够让台湾人民信赖的人 来担任这样的角色 而不是像现在 这个陈明通试图 把他的学术的角色先切割掉 然后保留了他在国安的角色 好像告诉大家说 现在台湾很危险 所以我就保住国安了 台湾什么时候不危险 台湾一直都很危险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他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啰 好希望大家爱用啰 谢谢大家